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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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荣幸 有机会再回到台大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对于量子科技的看法 当然其实 今天的题目因为是 人文跟科技的对谈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 我要介绍的其实是 量子科技在过去一百年 大概是从哲学变成数学 然后再从数学变成科学 大概变成量子科技 是过去十年内发生的 那这个转化 其实在历史上常常发生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其实各位是很幸运的一代 地球大概从来没有一个generation 像各位这样子 这个地球在未来五十年 会从古典的地球 进入量子的地球 希望今天听完以后 各位相信 会相信这件事 那这个过程 跟牛顿力学 跟马克罗尔的电磁学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先稍微等一下会看 回顾一下历史 最近CHAT-GBT很流行 所以我来之前 特别用CHAT-GBT问一下 什么叫量子纠缠 他回答的其实不错 说实在话 他说量子纠缠是一个现象 其中两个或多个例子 以这样的方式相互关联后 即使它们相距很远 它们的特性也不再相互独立 这个是一个量子纠缠重要的概念 其实Einstein当时都没有理解 等一下我们看出来 它一旦纠缠以后 它没有个体的分别 它就是一个整体 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光速传播问题在里面 这里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物体 量子纠缠起源是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是更有趣 等一下如果要谈历史的话 不过不管怎么样 重要的其实是这个整体 有很多个物体组成的这个 纠缠后的这个整体 你一旦量测它 它就马上崩溃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例子 回到古典状态 变成每一个个体 那这个其实是量子 比较有趣的地方 这个一个例子状态被测量 另外一个例子状态被确定 这个其实概念就没有很对 因为它其实没有一个两个的 它当时就是一个整体 是你测量了以后 它才崩塌成它的组成分子 在那个形成纠缠态的话就是一个 所以Einstein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当时他对这个量子纠缠提出的困惑 1935年的时候就是 他违反了牛顿力学的局域性 我怎么可能在A处碰一个东西 在遥远的B处另外一个东西会知道 这个违反了牛顿力学的 基本的局域论还有实在论 所以他当时提出挑战 说量子纠缠论是有问题的 这个理论不够完备 他不敢说他错 他只说这个理论不够完备 等一下我们会看 这个ChatGP客观的讲回答的是相当好的 这个答案你大概比百分之九十人以上 答的要好多了 上个礼拜我正在坐高铁 突然收到email 说这个演讲要出两个题目 让学生写习题 要写五百字 我在高铁上就出了 因为我等一下会讲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 号称唯一现存的国家 对不对 中国有 世界上有哪四大文明古国 东方人都说是四大文明 其实西方人加上美洲两个 印加还有什么 玛雅 可是在东方其实是说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其实也灭过两制 你客观的讲元朝灭一次 清朝灭一次 只是文化它持续下来 它是唯一存在的文明持续 我们号称五千年中国文化 为什么科技 现代科技 现代科学 没有在中国出现 没有在东方出现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他的文化通通消失了 为什么科学基本上不出现 这第一个问题 这个你问Chair的GBT 他也有个答案 我其实也问了 他答案也还不错 可是不够完整 牛顿力学 出现在这个宇宙上多少年 各位知道吗 等一下会看到不到四百年 工业革命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多少年 不到三百年 马赛瑞尔的电磁学 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多少年 不到两百年 普朗克的量子论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多少 一百多年 马赛瑞尔的电磁学理论 加上普朗克的一点简单的量子论 过去七十年创造出半导体革命 所以知识是伟大的 知识出现一百年之后 产生了科技应用 然后这科技应用再持续五十年到两百年之间 才创造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大家生活 现在量子纠缠1935年出来的思想 其实我今天主要谈这个 没有要准备谈科技应用 1935年出来的思想 一直到2000年科学家才知道这个是真的 花了20年的时间 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做电子元件 所以2020年之后才起了所谓的二次量子科技革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都是正常的 思想出现一百年以后 产生科技 这个科技最少要发展60年 所以我说各位是幸运的 因为未来五六十年 你就是在这个环境底下 如果没有这个变化 我有时候半开玩笑 刚好台树林董进来 我说如果没有这个变化 只能替张忠谋打工 只能替林董打工 因为有了这个变化 因为有了这个变化 三十年后 你可能是下一个郭台铭 你可能是下一个台树董事长 你可能是下一个这个张忠谋 这个变化会出现的 希望今天听完以后 各位如果真的三十年后 有人变成下一个张忠谋 不要忘了回来捐我们理学院院长钱 我院长 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 2023年 历史上不会再出现这个年 这个毕达哥拉斯 哲学家也是数学家 他讲过万物皆数 那个时候的哲学家 其实是逻辑思想 其实哲学家 物理学家 数学家 早期是混在一起的 因为逻辑推理是重要的 那时候哪有钱做实验啊 当然是全部是脑袋想的 所以基本上毕达哥拉斯认为 这个宇宙只有数字 他说万物皆数 所以各位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你学很多东西都是表象 我一直认为逻辑训练是重要的 思想的训练是重要的 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数 法音们 费英漫有人听过吗 已经过世了 大概几十年畅销书 叫别闹的费英漫先生 他讲过一句话 1981年 他当时用古典电脑去模拟化学物质 他做了一下子他就发现 古典电脑绝对不可能做 成功任何化学产品材料的合成 做药物的分析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材料里面有几百个电子 最简单的 这几百个电子是纠缠在一起的 就算每一个位置只有存在不存在 二的几百次方 古典电脑就是不可能做到 所以费英漫在1981年的时候 在MIT第一次 IBM MIT开会 他去开会 他发了一个牢骚 费英漫其实讲话很粗鲁的 而且他很直接的 这个加州理工学院旁边有一个脱衣舞霸 居民抗议 要把它关掉 费英漫跳出来反对 他说我所有的思想都是看脱衣舞的时候出现的 所以基本上是不能关掉的 所以1981年的时候 他发了一个牢骚他做材料 他说嘿 这个宇宙就是量子组成的 你不可能用classical computer 数位电脑来模拟这个宇宙 然后他就说 Dang it 如果翻成中文就他妈的 你非得要一个什么 量子机器不可 各位我告诉各位 就是他当年发了这个牢骚 40年后我们才出现了量子电脑 所以量子电脑原年 现在大家是说什么时候 1981年 他发牢骚之后 所以很多人在问量子电脑出现多久 去年 前年 全世界纪念 量子电脑40周年 我们台湾完全状况外 这个2023年为什么特殊 你注意看 它是0到9 这10个数字的三次方的组合 加号其实在某一个层次上 就叫做纠缠 如果是物理的话 它刚刚好是三次方的组合 2023年是9的三次方 加8的三次方 加7的三次方 加6的三次方 加5的三次方 加4的三次方 加3的三次方 加2的三次方 减掉1的三次方 明年刚好是 这个变成0 后年是加上1的三次方 物理的量子态里面 有一个叫三重态 Triple state 两个电子 上弦电子是1 2 下弦电子是1 2 所以正2分之1 加2分之1就是0 如果两个同一个方向加起来就是1 两个反方向加起来就是-1 -1的三次方 0的三次方 跟1的三次方 刚刚好是这样子组合的三重态 我们叫Triple state 在历史上不会再发生了 这样子9个数字连接起来 而且要直接的连续的三个年代 只有这么碰巧 就只有2023、2024、2025 所以我常常在讲 某一个层次这样碍事你 量子世纪启动 这个其实就是数字量子立方年连续三重态 所以很多人在问 听过Y2K的举手 各位都太年轻 一定还没听过 举手的都相当老了 这个Year to 2000 其实现在没有人在谈Year to 2000 现在所有的人在问 Year to quantum computer 什么时候出现 Y to Q 目前大部分的人认为是2030年 一个人的医生 其实就是你所有选择的叠加结果 其实量子态有两个重要观念 一个就是叠加 一个就是纠缠 还有一个就是两侧 你真的想想看 这个前面第一排 就是你做的年纪都很大 你会变成你 就是因为年轻你的选择错误 所以才变成现在的你 如果年轻的时候 你做了证券选择 说不定就不是现在 那你不断的选择 造成不断的叠加 所以年纪大的人 甚至年轻的人 常常在问一下 其实我二十几岁 就想清楚这件事了 人生可不可以重来 选择的顺序 有没有办法交换 诶 这个就很有趣了 在量子的世界 是可以重来的 这也因为它可以重来 所以量子电脑不好能 这个我没有办法解释太清楚 古典电脑会忘记 所以它不好能 你们的挖矿计 为什么叫耗能 就是它一零一零一零 一直在一直在忘记 然后重新计算 所以它耗大量的能 所以有时候半开玩笑 这个不忘记不好能 忘记好能 所以小时候比较聪明的人 都比较瘦 因为他不用吃东西 然后你常常忘记 一定要吃很多东西 这个entangle的迷思 其实纠缠这个字 是Einstein造成大家的 觉得它困难 Einstein为什么会让大家 觉得它困难 因为Einstein引入了一个概念 它说这个是非局域的 我们所有人过去四百年 都被牛顿强烈的影响 牛顿力学出现以后 大家在学高中物理 你没学过高中物理 考不上台大了 牛顿力学的单体直线性运动 二维运动 它里面灌输了你一个概念 你不断在解问题的时候 任何东西都是决定论的 都是因果论的 你给了起始条件 给了起始速度 起始位置 在牛顿力学的导引下 所有的发展都唯一确定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被灌输了 这个宇宙是机械宇宙 是决定论的宇宙 是因果论的宇宙 爱因斯坦也逃不掉 爱因斯坦也是一样跟你一样 逃不掉 所以它想不通量子论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说实在话是很单纯的量子论 好 大家常常看科幻片 科幻片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满足你的幻想 而且里面能提供永生的可能 现在人越活越久 二战前中国的平均寿命 是四十岁不到 现在据说再过十年可以到一百二十岁 所以越来越长寿 那大家都在想永生有没有可能 那科幻片出现很多 我很年轻就注意到有三件事不能谈 政治不能谈 宗教不能谈 还有就是相对论热力学量子论不能谈 因为谈了就吵架 朋友之间喝酒聊天感情越来越接近 一谈宗教一谈政治就准备分手了 然后谈这个热力学 各位知道热力学吗 谈这个相对论谈量子论 谈完大概也准备分手 说过去年很年轻我就知道 从来不跟人家聊这些事 言不及意比较容易增进感情 谈这些事复杂度太高 这个科幻片里面 它其实提供的就是这三个主要 时间轮回回到未来平行宇宙 这个在微观世界是真的发生的 你为什么相信它发生 因为所有它讲的东西 衍生到宏观的结果通通正确 我们在透过数学的工具 透过实验的工具 在回观的世界是真的可控制它 而且现在控制能力越来越强 大家都会想宇宙的时空到底是什么 人为的还是天然的 因为了解越多就越困惑 所以科学家到最后很有趣 有一半常常会信教 有一半更不信 我借用波尔的一句话 最近常常在讲 如果你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而困惑过 你就不是人了 你从小长到大 你必然因为时间空间而困惑过 如果你从来没想过 那你大概应该是神 所以科幻变影现在很多 这个中美临终的谣言很有趣 两年半前 他突然约我喝咖啡 他说张教授我想拍一部量子科幻片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量子吗 他说他不知道 他的三个编剧 我学生帮他上了一个礼拜课 当时刚好上高中量子营 他三个国文编剧来上一个礼拜课 然后之后我的学生跟他互动了两年 这部电影拍完了 十集文化部出了一千两百万 然后鸿海的董事长出了四千八百万 六千万 拍了十集叫Q18 为什么叫Q18 叫Quantum Cibala 骰子三个六就是十八 他准备拍十八集 可是没钱所以现在只拍了十集 大概今年年底十月会上片 这个是他做的模型 我把它他本来要拆了丢了 我把它要下来 然后搬到了中原大学去了 所以以后大家打卡可以来 好地球出现在这个宇宙多久 有人知道吗 四十五亿年 智人出现在这个宇宙 就有思想的 在这个宇宙地球上多久 四十万到五十万年 牛顿我刚刚讲过 出现结果我们不谈他细节 不到四百年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科学 因为一直在打仗 一直在谈政治 跟现在也很像 你可以看啊 牛顿力学出现的时候 郑成功刚好到了金门 工业革命出现的时候 我们在文字域 马帅尔的思想出现的时候 英法联军打到北京 波尔兹曼的热力学出现的时候 太平巅国刚刚打完 量子论刚出现的时候 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的时候 抗日战争结束 量子纠缠 爱因斯坦跟波尔 开始讨论这个哲学问题的时候 张学良事变 你哪有空去做科学 哪有空去做艺术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这个其实是当时的文字域 这个人真的很惨 你去查 他在雍正被砍头 因为讲了这句话 清风不适智 何故乱翻书 雍正就因为这句话 把他脑袋斩掉 到了乾隆的时候 又找到他的书里面 居然还写了这句话 举杯呼见明天子 且把胡而抛半边 把他尸体从棺材挖出来 入尸全家再杀光 所以你知道 所以我说我从小不愿意谈政治 其实它是可怕的 科学对人类的进步 其实是很大的贡献的 农业社会 我们其实从狩猎社会 进入农业社会 中间摩西出现了 孔夫子出现了 耶稣出现了 康斯坦大林出现了 穆罕默德出现了 伟大的政治家 伟大的思想家 其实没有让全世界人口增加 大概就是2亿到3亿之间 因为这个地球的资源 就只能支持这么多人口 什么时候人口开始上升 工业革命之后 所以基本上300年不到 我画这张图的时候 是公元2000年 奈米科技出来 当时我就画了这张图 这张图是告诉你 工业革命出来之后上升 我们对人类 对用尺寸的这个 控制能力开始下降 当时有人说 地球上人口会到多少人 我当时判断应该是 81到91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奈米以下 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 到奈米大概就稳定住了 它又进入开始一个稳定阶段 你超过81到90亿 这个地球就要开始打仗 因为你的资源不够 这个是Wikipedia联合国预测的 现在大概到了81 当时我画这张图的时候 是61 这个突破81是才突破的 2022年11月15号 突破81 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其实很多复杂原因 各位有没有去过故宫博物院看过 这里有去过故宫博物院的举手 还不少人 我其实在很多地方科普演讲 发现都只有一两个人举手 其实故宫博物院还蛮值得去看的 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那里面的收藏都不透光 没有玻璃 没有玻璃你怎么可能做出显微镜 没有显微镜你怎么可以探讨围观世界 没有玻璃你怎么可能做出望远镜 你怎么看讨天文学科学的发展跟环境有关 西方人很早就使用玻璃 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 陶瓷品不透光 青铜器不透光 所以我们只有反射的光学 铜镜会照相 可是没有透色的光学 没有透色的光学 显微镜就出不来 望远镜就出不来 你科学就不可能发展 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的原因 因为西方人天天在看那个光变来变去 一百万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觉得奇怪 他逐渐就要出来 我们在中国没有人看 女生喜欢的手势也都不透光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喜欢钻石 以前喜欢的都是玉 都不透光 可是中国因为没有玻璃 它的玻璃是含背的 背的就是不透光 随猴珠其实就是一种流离 可是它不透光 可是西方世界很早就有透光的玻璃了 所以环境是重要的 其实客观条件给了你 人为限制 我们的科学很早的发展 因为科举制度 就开始被限制你的思想 我细节没办法谈 你如果到过太和殿的话 皇帝办公室出来 左边是什么 门口 有人知道吗 右边是什么 右边是度量痕的仪器 皇帝知道科学是重要的 他控制这两个 掌握时间跟度量痕的解释权 这个不能是属于民间的 所以基本上科学被限制下来 被皇权服务 在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 这个思想彻底打 本来也是为神权服务 可是在文艺复兴之后 没有 它开放了 其实另外一个 其实我最近科普原先讲下来 是有钱人的习惯变了 在春秋战国时代 我们小时候念书 孟长君养克三千 其实当时四大公子每一个都养三千 孟长君养四三千 你简单算一下 一个人生活费一个月假设是两万块 他基本开销就是六千万一个月 你如果以现在标准来讲 孟长君你去查历史 他当时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养四的钱 可是他仍然愿意养四 因为为什么 投资人是投资未来 西方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投资艺术家 科学家 音乐家 所以他才会创造未来 我们的有钱人很奇怪 东方的习惯变了 他投资过去 他买房地产 所以台北市房价一直在涨价 我常常跟徐富讲 我还好六年前五六年前莫名其妙去买栋房子 突然怎么发现哇一直涨价 第一个 投资什么 古董 你看那个最近这个曹新城很红 他赚的钱大部分都是买古董 投资书画 林百里买的都是张大千的 什么美人画 我十几年前 我香港一个同学跑到台湾来 台湾一个有钱人 买一个明朝的鸡弓杯 他是鉴定古董的 因为用物理方法鉴定 所以那个人当时一个小杯子只有这么大 真的就一个小酒杯叫鸡弓杯 当时三千万 他买它的时候 特别请我同学从香港来看 说这个杯子是不是你当年鉴定的 各位知道这个杯子现在多少 你去看六亿 我们的人太聪明了 他知道钱放在那里他会涨价 可是投资过去不能够创造未来 其实这个是思想的改变 那投资过去就是安全 有保障 投资未来就是风险 可是因为投资的未来 世界才会起变化 1879年没有电灯 我小时候 听完崔小平广播剧就准备上床睡觉 我的历史故事都是崔小平教我的 那时候台北没电 又缺水 所以我现在跟我儿子常常在讲 你住在大厦里面的高楼 我说真的出状况 停电不重要 大家就睡觉就好了 停水你怎么办 我那时候好像挑水 没水都是撒民凡进去 让它沉淀才能喝 今天真的停水你听听看 你给我每天挑水到13楼 80年前没有电脑 50年前没有biotechnology 30多年前是没有网际网路的 我1989年回到台大 台大穷得要死 那时候买一个286还要去见校长 2万块 不知道没钱买 哪有什么ft 哪有什么网际网路啊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你不给他网路 是对他人生最大的惩罚 这个世纪会出什么 没有人知道 可是现在越来越清楚 数位世纪大概要解构再重构 10会结束 然后现在的网际网路 会因为新科技出现变得更好 更灵活 现在很明显的看出来 未来的世界就是量子科技 再加上元宇宙 这个元宇宙如果没有足够的连接感 没有足够的成绩感 没有足够的快速计算 是不足以支撑现在的元宇宙 我常常在讲 西游记就是元宇宙 封神榜就是元宇宙 黄良一梦就是元宇宙 只是当时没有现代科技 只能靠子跟笔还有嘴巴讲传下来 人的思想没有更进步 只是工具进步 现在的元宇宙只是创造一个新名词 它并没有更进步 可是它的工具不足以支撑 这个工具非得要等到量子科技成熟 我估计还有30年 工业革命用了物理的力学与热学 这个知识出现以后变成产业 工业革命出现 蒸汽机出现 量产出现 机械取代人力 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工业革命 你家里洗衣机不会出现 你的掃地机不会出现 我小时候我家就没洗衣机 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玩的游戏 是跟我妈妈洗备单 两个人一边弄一个 然后在那边转 哦 我觉得很有趣 现在你啾啾看 所以极限工业革命之后 让人的劳动力释放出来 你一家四口人 才四个人都可以去做思想 原来你一家四口人 保证有一个人在烧饭洗衣足地 还有一个人可能还在清理一些奇怪的东西 劳力是释放不出来的 所以工业革命对人类 人口上升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释放了人力出来 第一次量子科技革命 我们叫半导体革命 他把马克斯威尔的光跟电 跟普朗克的量子论 弄出来了以后 出现了半导体雷射电脑 跟Internet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你现在觉得很舒服了 这个世界已经很进步了 我告诉各位 量子科技革命出来以后 你就会发现 它还差很远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 这个其实只是用现有的材料 对现有科学的认识 去制造它 从古典变成量子的过渡 我们现在其实掌握量子更清楚了 量子叠加纠缠 我今天讲完 只要大家懂什么叫纠缠就好了 这一些掌握得更清楚 它可以无中生有 IBM的量子电脑是人工原子 它可以无中生有 因为我们对自然界的知识 掌握更清楚 量子电脑量子通讯量子感应器 甚至人工太阳都可能出现 这个的变化 我估计要突破第一次量子极限 量子世纪 从现在才刚刚开始展开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奈米科技就是修身 台积电常常在讲什么 七奈五母奈米 三奈米 两奈米 一奈米 现在甚至告诉你 零点几奈米都做得到 这个就是修身像中国 把自己修炼到无限精致完美 可是我告诉各位 你一家四口人 如果四个都是圣人 这家就准备倒闭了 因为没人做事 所以量子纠缠在干什么 他在做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不需要四个圣人在一起 不用那么好 这四个人在一起 他训练他怎么样团结对外 而且这个团结的程度 把它做到完美 这个就是量子纠缠 跟奈米科技真正的差别 现在我们大概只能做到齐家 治国平天下还做不到 未来三十年还有很长的空间努力 好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给了东方 或者这个台湾跟中国 一个很奇怪的机会 近代的科学跟科技 在中国东方没有出现过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喊出 德先生赛先生 其实都是西方来的 一百年后其实也没有更进步 因为基本的思想都是人家的 突然跑出来一个量子科技 为什么是那样子 是因为大家看我刚刚讲的历史 以前发生所有的思想跟工业革命 半导体革命的时候 中国都在打仗 现在突然跑出来一条线 量子科技的跑道画出来 居然有机会同时起步 新的战场刚刚开始 大家同时在起步 所以我说各位是幸运的一代 我说你们这一代叫Quantum Generation 是幸运的一代 当然也是不幸的一代 你变成必须要学一些 你父母不懂的东西 然后你跟他讲 他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机会 留给东方世界 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得了的机会 好 这一张图是台大的演讲网 这个演讲网排名第一 一只是柯文哲 第二现在一只是我 可是我告诉你三年前 不知道在哪里 我第一次讲这个题目是 孙维新在2021年的1月3号 说同学你能不能来讲一次量子科技 那是我第一次的演讲 讲完以后被放上去没有人看 2021年9月之后 突然每天以1万次上升 为什么 这个就是刚刚丁副校长讲的 那一年9月Google发表了一个结果 他用量子电脑200秒的时间 全世界最快的IBM的古典电脑 Summit 要1万年才能解决 这不是我讲的 是人家做出来的结果 然后当然他有主场优势 因为他用当时找了一个特例 那个例子一点用都没有 产生一个乱数样型 这个乱数样型本来就是量子几率 最容易出力的 他产生了一个工作 他说他要1万年才能做完 那个之后大家就很有兴趣看 所以现在每天还在持续上升 这个两个礼拜前124万 现在已经125万 超过125万 这个我学生在2021年10月 跑来跟我讲 老师老师你这个演讲最近很多人看 我上去一看 离这个叶秉城还很远 因为他那时候讲反转教育 大家都在看 我那时候跟学生讲 什么时候超过叶秉城 我请大家吃饭 就一个月后就超过 然后就请大家吃饭 所以我现在有人在问我同样的事 我就说什么时候超过柯文哲 我就参选市长 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什么叫量子 什么叫纠缠 为什么会产生量 是科技革命 这个Google的chip scientist Niven讲过一句话 这个我觉得是重要的话 未来50年 他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公司 与公司之间的战争 我把它衍生 也不是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 而是人类与自然中间的战争 他说甚至应该说是 人类与自然中间 合作的结果 这个是Google的chip scientist 讲的 其实这整个量子概念 王阳明的唯心论 就已经讲出来了 这个花你不看它 它就不开 你去看它它才开 这个就是量子论重要的一个精神 这个 阿因斯坦在死的前一年 他跟写他自传的他的同事叫派斯 在Prinston的花园里面散步 他对量子论就是很困惑 因为他相信牛顿 这个人逃不掉了 再聪明都被环境影响 他问他派斯说 难道月亮你不看它的时候它不在吗 这个思想跟王阳明是类似的 花你不看它它不开啊 看它才开啊 你不看花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花有开 你不看月亮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月亮在 这个就是哲学 可是西方人很厉害 他不是只谈哲学 我们东方常常谈完哲学 下面就不谈了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这个量子纠缠论 怎么样从哲学变成数学变成科学 再变成科技 其实量子计算的基础 物理 数学 资讯 科学都有 我没办法讲太多 不过基本上物理就是 薛丁格方程式 海森堡不确定原理 加上纠缠论的贝尔不等式 今天我们这几个都会谈到 下面这个我就没办法谈了 数学里面一个高维度空间 线性怠数的Hierberg Space 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利用空间 矩阵应算 还有就是资讯科学的reversible 这个梦想中的reversible computing 居然在量子电脑出现了 这个就是伟大的希尔伯特 没有他其实这个数学 没办法架构出来的 他说对于这个宇宙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必将知道 这个是世界上 最聪明的一个人之一 这个是波尔 他说如果 谁不会量子电脑感到困惑 他就没有理解过量子论 你非得困惑不可 为什么 因为他在你的生活经验中间 从来没出现过 你当然要困惑 不困惑你就没有思想 你没想过你就不会懂它 所以你非得困惑以后才能懂它 不过我现在在科普演讲讲 我说你已经不要困惑了 你只要相信它使用它就好 因为那困惑的过程 别人已经帮你做完了 你也没什么东西好挑战的 他可以完全照食谱操作 你就相信它使用它就好 这张照片 29个人里面17个人得到诺贝尔奖 这是第5次Sovic Conference 在Basso旁边开的 Sovic是谁 Sovic就跟我们林董一样 是个化工厂的 全世界最大化工厂老板 做剪的 当时是高科技 赚了很多钱 可是他钱就不去买古董 买房地产 他喜欢听科学家讲故事 他出钱找科学家报告东西给他听 他的名字也留下来 这是认为人类史上 最重要的思想会议 我们整个世界因为这29个人开会 彻底起了改变 这一次之后 到现在量子论没有变过 完全一样的思想 连计算都一样 这个人就是Einstein 他是反对党 他在里面跟人家唱反调 他认为量子论是错的 他在这里面问了第一次挑战这个问题 其实是因为他的挑战 量子论才更完备 更清楚 他第一次挑战这个问题 他是说 他当时问波恩 因为薛丁格方程式刚刚出现 他问波恩说 难道上帝会用傻骰子来创造这个宇宙吗 因为机率论 非得靠骰子 这个宇宙如果是量子论对的 就是机率创造的 他说难道上帝会傻骰子创造这个宇宙吗 所以我常常在讲 大学的训练 逻辑训练是重要的 你如果是 波恩你怎么回答 波恩马上就回答他 他说 但是Einstein 你也不要以为你聪明到可以告诉上帝 如何来创造这个宇宙 上帝就是要傻骰子 这个照片29个人 17个人得到布里诺贝尔奖跟化学奖 难道是这群人更聪明吗 这群人大部分都德国人 欧洲人 我其实常常告诉年轻人 对的时代就要做对的事 你在唐朝的时候 你写诗就是对的诗 你在宋朝要干嘛 宋朝就不能写诗了 没人理你 宋朝要填词 元朝就要做曲 你在对的时代做不对的诗 你再努力都没用 这个时候量子论出来 你只要去做就对了 当时跟Einstein做大辩论的 其实领导者是这个 你就看到他跟他的地位是有落差的 没有他 我估计量子论要晚50年 其实这个在历史上发生很多事 因为牛顿的坚持跟顽固 波动光学晚了50年出来 阿英赛坚决反对量子论 波尔领军跟他对抗了30年 所以我常常在讲 年纪一大就应该离开位置 因为你的思想跟年轻人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这张图 二战的时候 美国用量子论跟相对论 第一个做出原子弹 Little boy Fat boy 丢在广岛长崎 从此之后取得世界发言权 美国掌握世界发言权 其实历史也不久了 就是二战之后 从那个之后 第一个古典电脑谁发明的 英国人发明的 可是美国人发明了 Bipolar Transistor Morphers 让他算很快 现在美国人的量子电脑仍然是领先 2018年大家认为是量子世界元年 为什么 那一年美国参众两院在Trump的领导下 通过了美国国家量子基本法 要求美国各部会都要优先支持量子研究 那一年欧盟在维也纳开了 欧洲量子旗舰会议 正式宣布全欧洲量子科技要启动 日本通过了日本国家量子跃迁计划 其实台湾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件事 我为什么可以敢确定 因为那一年2018年 我刚好在纽约接到科技部电话 说我们争取了两个旁听名额在维也纳 量子旗舰会议启动 没有人要去 你能不能去一下 然后我当时就飞过去了 那一个会议 Chip Scientist就叫Ziling 去年德诺贝尔讲的 他当时开幕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非常感动 他说量子科学欧洲人发现 这张照片不可否认的事实 怎么量子科技的韭菜通通被美国人割走了 他说今天2018年 全世界二次量子科技革命重新启动 我们欧洲要集结欧洲的力量跟人力物力 不光是要启动量子旗舰 我们还要形成量子舰队 让欧洲文明在这个世界 世纪再度光耀于世界 让我们聪明的年轻人不再离开欧洲 让世界有用的人自动进入欧洲 一般人对量子电脑 其实有强大的疏离感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 念量子是念不懂的 所以你听到量子两个字掉头而去 现在大家听到量子 大概从去年开始 是转进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 主要原因是钱 其实没有人对科学科技有兴趣 大家都发现他好像可以有机会创造财富 所以很多人在问 我科普演讲讲实话 这个类似演讲过去两年 大概讲了一百场以上 不但有而且很多人 你有没有可能因为他赚钱 其实延期人应该问的是这个 一定有而且机会无穷 有时候你不去处理 那个机会都来找你 是看你有没有准备 这部电影 《蚁人及黄蜂蜂蜜》 2018年的电影 看过的举手 记得里面一个精彩对话吗 这个坏人叫 这个坏人叫做Sunny Birch 好女主角叫 他跟他抢他的维缩机的时候 他讲的这句名言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有了这一切量子技术 你可以忘掉奈米技术了 忘掉人工智慧 忘掉加密货币 量子能量才是未来 这下一个陶金日 2018年好莱坞对白哦 2016年写出来的哦 他就告诉你 不要再做人工智慧了 不要再做奈米科技了 不要再做虚拟货币了 只有量子科技才是未来 你就知道美国人很厉害的 他把他不要做的 通通丢到东方来 最近刚刚上映啊 因为我现在演讲多了 所以有些科普非得去看 我前天特别去看的这部电影 没事干 两个多钟头 我还蛮失望的 这个《蚁人集黄蜂蜜》的续集 它的名字叫做Quantamania 量子狂热 可是里面基本上没有量子 这个应该是一个drama 他滥用了量子两个字 他里面唯一 这个其实芝加哥大学啊 芝加哥地区 特别为这部电影 开了量子Quantamania的座谈会 最右边这个是 芝加哥的首席科学家 叫David Osho 其他也都是做量子科技的 芝加哥地区 现在号称是 矽谷之后的量子谷 这个David Osho 说未来十年 美国需要一百万个量子工程师 他们特别针对这个会议 做了一个座谈 做了一个座谈 中间其实就谈了 这个细节我没办法谈 它中间其实编剧做得不好 对这个科学的知识掌握不够 这个其实不是我画的 这个其实是美国人画的 右边这张图是 现在半导体产业的生产状况 各位有没有发现都在东方 右边这张图是 量子科技研发生产现状 都在欧美 你就知道欧美在注重什么 亚洲地区只有什么 澳大利亚有 日本有 中国有 各位可能不会相信 有一个奇怪的国家 我们嘲笑他是 彼此大的国家 新加坡很厉害 美国 拜登现在喊出来 small yard high fence 的政策 在小院里面的技术是不能交流的 高墙一定要盖起来 指的就是量子科技 好 不管是要打仗 或者是你要淘金 都需要知识 所以量子科技 一开始赚钱的一定是教书的 第二个是做工具的 然后才是真正挖矿的 可是你不能读错书或找错老师 不然结果更惨 你如果口渴的时候 你只知道water 不认识H2O 那你会绕远路 可是如果你学的半调子 以为H2O2就是水 那你渴死得更快 所以这个里面有复杂的 你学习的时候要学对 这个我刚刚讲出了一本书 《量子科技革命Q世代的未来》 这本书是黄徽甄 这个财积基金会的董事长 去年三 前年三月 跑来找我 他说中国大陆 前年北戴河会议 习近平听完量子科技报告以后 出了一本书叫量子科技 新华社书的 要求各级领导必读 他说你现在讲了这么多 能不能也来写一本科普书 他前年三月跑来找我 我答应下来 我以为我没空写 结果COVID-19 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 被关在家里 关了半年 我写了20万字 把我的演讲写出来 去年5月出来了 然后今年1月1号 我把它改写成简体版 在中国大陆出来了 在北京出来 这里面 我讲实话 我认为现在大概在应用期 黄金期还没有开始 各位真的很幸运 会碰到这个黄金时代 什么叫量子 很多人对量子是误解的 很多人认为量子是一个东西 因为那个子的关系 老子 墨子 庄子 是个人 是个东西 个体 电子 光子 是个东西 所以很多人以为量子 也是一个东西 其实Quantum不是 Quantum的原意是 拉丁语的Quantas来的 它的意思是有多少 各位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结账的时候 你现在结账的基本单位是圆 你结不出分 微观的世界很奇怪 它的变化不会是连续的变化 它是阶梯形的变化 就好像你在超级市场结账 它有一个基本单位 能量有一个基本单位 长度有一个基本单位 都有一个基本单位 这个基本单位的概念 就叫量子Quantas 中文翻译是不好的 翻成子 这个就当初对科学掌握不够 其实你注意看压力 我二儿子在念国中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跑回家跟我说 爸爸 物理老师告诉我 压力不是力 各位知道不知道压力不是力 应该知道吧 如果你以为压力是力 你照理讲应该考不上台湾大学 对 我们吴院长应该最了解 这个大气都靠压力来的 这个东西很有趣 它就不是一种力 所以翻译其实是重要的 不然你容易产生误解 工业革命用了热学力学 连续的概念 半导体革命用了量子论的不连续概念 如果要来类比 就好像登高它有了楼梯 你觉得楼梯很方便 因为你可以盖高楼了 就好像台北市 我妈妈原来住平房 我高中的时候开始 四层楼五层楼的公寓出来 搬进去觉得很幸福 他从来想不到新一区还会出101大楼 二次量子科技革命就是电梯出现 各位马上会进入科技的电梯时代 你走贯了电梯 你现在住在三楼 你都照样按电梯上去 你不会走楼梯 这个电梯的科技时代来临 量子叠加是什么 零跟一就是数位世界的基本原理 算盘 我小时候他们告诉我必学算盘 念国中的时候 不然进不了金融产业 必学制图 不然当不了工程师 等到我念大学 这两个东西都不见了 因为计算机取代了算盘 然后绘图机取代了这个制图 所以各位不要相信 你现在学的东西 十年后一定有用 那个技术性的东西 十年后可能会不见的 古典电脑就是快速算盘 用电子的力量快速拨动那个珠子 我们在打算盘人力打的时候 一秒钟拨三次 古典电脑现在最快的 一秒钟可以拨十的十八次方 可是仍然是零跟一 量子电脑它是零跟一的组合 如果你一定要古典的去想的话 它就像在空中旋转的通板 它既不是零也不是一 可是它又是零跟一的所有可能 当你要它停下来的时候 就牵涉到你怎么去做量测 你要它是零就是零 要它是一就是一 这个就是量子量测 可怕的是 两个以上的铜板在一起旋转的时候 它出现一个纠缠现象 这个纠缠现象就是阿里斯坦所困惑的 不管你离多远 它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嘛 这个就是纠缠的一个特殊性 好这个奇怪的理论量子论 量子论出现的是19世纪末期 20世纪初期出现了 19世纪末期的时候 力学已经很清楚了 电磁学很清楚了 热学很清楚了 那时候大家认为 我们对这个宇宙掌握知识已经很了解了 可是当时有两个奇怪的现象 中间有一个就是黑体辐射 当时因为炼钢 所以需要知道控制钢铁铁的温度 钢里面搞到几千度 你怎么把温度计拿去量 所以就是量它辐射出来的温度 这个辐射出来的温度 会随着频率波长有一个分布曲线 这个峰值刚好对应着它的温度 这个也是各位现在额温腔的道理 所以很多人说额温腔一定要靠很近才会很准 其实不见得 是你这个分出来的频谱的峰值 能不能被解析出来 其实你也是一个黑体 你也在辐射能量 额温腔就用黑体辐射 峰值解析出来 当时古典的理论解析 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分布是这样子 非常困惑 因为古典的物理只会给出一路上升的结果 普朗克出来了 1900年 普朗克做了什么事呢 他做了数学拟合 其实他完全不懂物理那个时候 他做了一个数学拟合 我如果要拟合成这个曲线 我就要把原来的古典物理加一个可调参数进去 这个可调参数 就是伟大的普朗克常数 各位记得普朗克常数吗 小数如果用公尺公斤秒做单位 我们人日常生活使用公尺公斤秒 常用单位 用这个做单位 普朗克常数是什么 记得吗 应该要记得 不然你考不上台大的 十的负三十四次方 小数点以下三十四个零 宏观世界来讲 你把它当成零不会错的 小数点以下三十四个零 结果你跑到围观世界 他的不连续值就是他 就是你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他就是基本量就是他 以他做单位 他当时只是以为是数学的可调参数 他不知道 他打造出来了一个量子钥匙 打开了量子世界大门 这个人就是普朗克 得了诺贝尔奖 他其实一直都不太相信 所以各位要知道 你不要以为很多人都很聪明 很多人都碰运气碰出来 大家这个理论是告诉你说 这个空腔里面 这个里面每一个东西 就像一个小弹簧 弹簧有它的振动频率 能量就跟振动频率有关 所以基本上越热的东西 里面就是这种小弹簧的例子就越多 因为每一个都有一个基本能量 这个比例常数就是普朗克常数H 然后你有多少个乘上它的能量 就是整个总能量 可是他不知道H 其实是有真的物理意义 第一个知道这个物理意义的是 是Einstein 他用这样子的概念 来解释了光子 光电效应 所以Einstein得到诺贝尔奖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量子世界 所有东西都违反了我们宏观的常识 后来就发现玻璃二元性 所有围观世界的例子 既是波又是例子 这个当时很多人也很困惑 其实你仔细想一点都不困惑 你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个性 跟不同的族群去互动 你表现的不一样 其实例子玻璃二元性就告诉你说 你用什么工具去量它 它就给你什么反应 你用量例子的工具去量它 它就是例子 你用量波动的工具去量它 它就是波动 所以玻璃二元性并不稀奇 只是你要接受这个逻辑 光电效应 Einstein听到普朗克的解释 就提出来 光子就是一个一个壮大 所以基本上才会产生光电效应 这个细节我不谈 其实2005年 我当物理学会理事长的时候 101大楼第一次拼字是我拼的 那一次得到全世界第一名 我还去博恩领奖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底下有一个 当时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要搞一个逗号在二底下 其实不是 这一层楼在四月 我们四月十九号办这个活动 四月八号 他租给德国厂商叫Pfizer 然后德国厂商不肯下班 我们去协调半天 那个董事长说你要干嘛 我说我们要纪念Einstein 四次纪念日全世界 结果那董事长说哇你们要庆祝德国人的生日 我们德国公司全力配合 他就下令所有的员工五点下班 可是你要知道下令行政命令不是所有人都会执行的 有三个不听话的员工不肯下班 所以就亮了三个窗户 变成一个逗号 所以不要以为你下令所有老师学生都会听命令 要负责C-through执行 这一条街 爱因斯坦就住在这一条街上 这边一个二楼 现在叫爱因斯坦咖啡 我当时去的时候 经过这一条楼 这个是钟楼 这个钟楼上有一个奇怪的钟 这个钟在布拉格也有 比这个大多了 可是这是最早的 这个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行星跟太阳月亮是绕着地球转的一个机械钟 布拉格也有一个更大的 我那时候在想 我为什么说一再强调 环境决定一切 我那时候在想 我要是爱因斯坦每天走过这个门上下班 我天天看到一个错误的科学现象在我前面 当然会刺激我想象时间到底是什么 那狭义相对时就会逐渐产生出来 所以人绝对要靠环境 我说年轻人眼界要大 不要以为你小时候的知识都是对的 时代会变的 波与粒子 其实波动就是频率波长 频率就是时间 波长就是空间 波 大家学过水波神波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 它可以叠加 这个就是量子论里面重要 它可以叠加 粒子不行 碰到了彼此无法参与 还会反弹或者插状 打过状球就知道 你可以定干 可以拉干 可以插 基本上这些变化 波丽二元性就是说 你用什么性质去量它 它的反应就是不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有 又是一个有趣的历史 当时De Brog De Brog大学念历史 他到研究所的时候 看他哥哥念物理 觉得物理很好玩 决定转行念物理 结果他念物理的时候 就发明了物质波的想法 所有的东西都是波 他把爱因斯坦反过来 爱因斯坦认为光波是粒子 他就讲说 那为什么电子不能是波 他的摩斯文文就这么短短几页 后来得了诺贝尔奖 当时这个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看不懂 迪拜 伟大的化学家 得了化学诺贝尔奖 他的group meeting 在开会的时候 薛丁格是他下面的一个讲师 他说薛丁格你去负责念一下 De Brog的文章 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薛丁格就回来group meeting报告 他说他就讲物质就是波 结果迪拜就说你这个笨蛋 如果是波最少要有一个波动方程式 没有 诶 这个就有趣了 刚好欧洲放假 两个礼拜 薛丁格就去度假去了 带着 那个礼拜叫他做的工作 到阿尔比斯坦度假 历史上告诉你 他带了一个情妇上山 到现在大家都还在问 那个情妇到底是谁 查不出来 因为对世界的贡献太伟大了 下山之后 就发表了薛丁格方程式 改变了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 都是这个方程式给出来 后来 迪拜的一个好朋友 问迪拜一件事 他说你为什么要问薛丁格的问题呢 他说你自己把它解出来 不就叫迪拜方程式了吗 迪拜怎么回答 他说你不觉得我问了一个 非常聪明的问题吗 所以各位 他今天问ChatGBT答案就出来了 他不用问薛丁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 薛丁格下来的时候 没有告诉人家怎么解的 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的 可是很容易猜出来 他是猜的 因为马克罗方程式 当然知道 任何波动方程式 一定是写成sin cos 时间跟空间 如果写成exponential 就是exponential z的ωt-kx 这一维的 然后你 马克罗方程式 你知道 dispersion relation Omega 脚频率跟 这个 k的关系 所以你把这个波动方程式 对一次为分 就得到一个Omega 对空间的一次为分 就得到一个k 然后你知道Omega等于 ck 把它平方下来 就得到马克罗的 这个电场波动方程式 就是这么简单 薛丁格 就利用这个想法 好 你要我有波动方程式 我就给你一个波动方程式 长这个样 然后我知道什么呢 一次为分 给一个zω 中间一次为分 给一个k 可是我这里知道的不是 跟马克罗不一样 我这里知道的很有趣 我知道的是 能量等于动量的平方 除以两倍质量 我把它一连起来 就是自由力指的薛丁格方程式 然后再加上魏能 就是所谓的薛丁格方程式 从此世界最伟大的人物 所以各位 当老师逼你的时候 不要觉得抱怨 他是给你机会 迪拜当年没有逼薛丁格 薛丁格不可能变成历史人物 薛丁格方程式出来以后 其实就出现了 哥本哈根学派诠释 这个psi更有趣了 薛丁格的那个方程式里面 放了一个psi 当成这个物质波的波动 可是人家问他psi是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psi是什么 谁给了解释 一年后 波恩他的老师 这个psi是第一次在宇宙上 出现了一个虚数函数 以前都是时数 时数是可被测量的 虚数是测量不到的 所以薛丁格也不知道物理是什么 波恩就是说你把它平方 虚数的平方就是时数 这个时数就是几率 这个物质在空间时间存在的几率 就是这个平方 后来发现真的 所有的实验都符合 所以哥本哈根学派 我没有办法谈太多 这互补原理是波恩提出来的 当时哥本哈根学派 跟爱因斯坦就开始产生了 哲学大辩论 古典的牛顿力学 认为位置跟速度是可以独立测量的 薛丁格的方程式会造成一个结果 你没办法独立测量 很多的物理东西是彼此纠缠的 你量准一个另外一个就量不准 所以就不确定原理出来了 这个在古典思想是想不到的 想不到的可是后来就发现了 好而且量测物体之前 你没办法知道它是波还是离子 甚至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这里 所以爱因斯坦才会在他过世前问 我不看月亮难道月亮真的不在吗 好其实量子力学啊 这个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老早就要用了 你不看它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 你不看它的时候 它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什么都会发生 这个其实用了很久了 这个是 它说量子力学的核心就是支持成功政治学家 或者首席这个执行官的主要规则 只要没有人在看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这个哲学思想听得懂吗 而且它容许你犯错 短时间犯错 所以有人说银行很多人干这件事啊 你只要把钱拿出来挪用 在它发现之前赶快放回去就好 他说所以量子力学的基本精神 其实社会科学家已经从古用到金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科学家是一直到一百年前才发现这个宇宙真理 而且因为他们不知而行很久了 所以造成这个世界到现在很混乱了 爱因斯坦对于这个是没办法接受的 他受到牛顿的理想 他再聪明也脱离不了的环境 所以他说上帝不玩骰子 可是我告诉你 哈勤后来在临死之前 讲了更有趣的一句话 他说爱因斯坦当然是错的 上帝不但玩骰子 他还常常把骰子丢在看不到的地方 他讲的就是黑洞丢进去以后 资讯拿不到 好 这个 summarize 一下 这个历史 这个我不谈了 重要的是爱因斯坦 从1927年到1935年 跟哥本哈根学派产生了这么多辩论 薛丁格的猫 其实薛丁格是支持爱因斯坦的 薛丁格的猫不是要解释量子论 而是要告诉你这个量子论有多荒谬 其实他提出来的时候是告诉你 有一个箱子我居然猫打开才知道它是生是死 这样子的理论在宏观世界有多荒谬 这个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世纪之争 他不断的提供这个思想 然后不断的完备 所以简单的讲 这个就是薛丁格 爱因斯坦 这个就是哥本哈根学派 这个纠缠提出来以后真的是 量子论很早就用出来了 就Energy Quantization 量子的纠缠论 坦白讲到现在 还是没有太多人知道它在干嘛 可是我们已经有了基本食谱 有SOP可以操作 所以工程师可以用 爱因斯坦一支夫夫妻 他在前几次被波尔打败 这个故事很有趣 我没办法细谈 所以到1937年因为二战开始 所以他逃到美国 所以后来会议他没办法 透过网路也不是网路 就是杂志在辩论 1937年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EPR Paradox 三个人 叫做Einstein Podovsky Rosen 他说如果你量子论是对的 我会发生一个奇怪的矛盾 就是纠缠 这两个东西只要纠缠在一起 我把它拉得很远 它彼此会影响 这个违反了光处是最快的传递讯息 违反了我在这边 叫实在论我在这边碰这个东西 居然会影响无穷远的东西 这个违反了哲学里面的 叫local reality 局域实在论 他说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理论一定错 他当时不敢讲他错 因为量子论当时已经显现很多威力了 他说这个理论一定不够完备 incompleteness 然后他甚至举出来 为什么不够完备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叫定欲实在论 其实纠缠古典里面有的 就是相关性 你把一个东西打成两半 这两个东西分成两个 这个是A的话 另外一个是B 它们合成起来应该跟原来有关系 这个其实correlation就是纠缠的一种 关键真正的差别 纠缠跟古典的相关性真正的差别 是神奇在下面 这个叫手套箱理论 我一个左手的手套 跟一个右手的手套 分别装在两个箱子里面 一个留在地球 另外一个放到月球去 在月球的人把箱子打开来 发现是左手的手套 地球的手套应该是什么 右手 这个是关联性 那纠缠跟关联有什么差别呢 纠缠性告诉你 就是薛丁格的猫的故事 打开箱子之前 没有人知道 那个手套是左手还是右手 要量子量测之后才知道 一量测以后 瞬间另外也同时崩溃 这个是量子纠缠的基本概念 Einstein不相信 他说一定有人知道 这个是牵涉到 拉普拉斯腰的 All mighty God理论 我们这个宇宙一定有一个 全能的人知道所有的事 这个在拉普拉斯哲学的理论 里面就提出来 量子论告诉你 没有 这个宇宙就是这样子 打开来之前没有人知道 Einstein说一定有人知道 有一个人放进去 只是你跟我不知道而已 好 这个其实是Einstein跟波尔 真正辩论的地方 Einstein信任努顿 信任拉普拉斯 所以基本上 Einstein就是说 你这个理论不够完备 有一些变数你不知道 所以他还起了一个很有名的 影变数理论 他说就好像你在丢铜板 这个是牛顿力学了吧 我把铜板抛到空中 它掉下来掉在地上 可能头向上 可能头向下 我丢一万次 统计结果五千次向上 五千次向下 可是牛顿力学告诉我 这个过程我完全掌控 它头向上 头向下 我应该可以控制的 我为什么控制不了 因为这个房间的温度会变化 这房间的风吹会变化 这个叫heathen variable 有一些影变数你控制不了 所以造成它的几率结果 这是Einstein的理论 对不对 好像很有道理对吧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波尔说没这回事 就是没人知道 所以19三几年的时候 他们的大辩论就在这个上面 这个辩论 他们都承认量子论的结果 可是过程两个人的解释不一样 坦白讲19三几年 没人可以证明谁对谁错 那个时候就叫哲学 都有道理 1965年 这个事情三十年就没人谈了 19三几年之后 就三十年没人谈这件事 19六几年 一个北爱尔兰的物理数学家 也是哲学家 他其实是爱因斯坦的信徒 他认为 他可以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 这个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你现在来调查 一定百分之九一九的人认为爱因斯坦是对的 因为你相信牛顿 你看到的这世界都是牛顿的世界 所以 他就说 你们这哲学辩论没办法检验的 我把它用数学来证明出来 这个证明其实很简单 这个人 1964年的时候他证出来 他送到杂志去 那个编辑 那个编辑居然忘掉神 一年多以后 他写信去问那个编辑才想起来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记得文章 大家都会把它当宝贝神 那个 登出来 这个人 1990年 诺贝尔奖提名他 因为这个现在认为是伟大的思想 可是他那一年刚好脑溢血死掉 所以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奖 他被提名了 可是没有得到 所以人有时候是命 这个就是贝尔 这个就是 爱因斯坦跟波尔最大的差别 我送出一个白球 一个黑球 这个人接到黑球 他当然是白球 这个人接到黑球 他当然是白球 爱因斯坦是认为 发射出来之前都确定了 波尔是认为 发射之来 他没有接到之前 所有事情都未定 他可以是白可以是黑 只要 一边是白球 另外一边是黑球 可是是白是黑 不一定 这个就是贝尔不等式的证明 我 时间的关系我不讲太长 这个证明其实很容易的 就是xyz 三个方向 每一个方向都可以是正或者负 当 在a地方是正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负 你就有2的三次方的组合状态 然后你去把这种组合状态去处理了以后 你要求这个量测几率 这个量测几率就是 x方向量是正 z方向量是正 然后把这个几率加起来 它会满足一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就叫贝尔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就叫贝尔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重要在哪里 如果阿因斯坦是对的 两边的量测会是独立的 意思就是说有人事先决定了 你这边量不会影响到另外一边 那你就要符合这个不等式 如果波尔是对的 要量了之后才决定所有两边的分布的话 可以违反这个不等式 因为这个不等式就是按照阿因斯坦的想法去推导出来 如果波尔是对的 这个不等式不一定要成立 这个就叫贝尔不等式 他提出来之后 只是把哲学变成数学 仍然没有人知道怎么做 好 十年之后 卡特一个博士生刚毕业到Berkeley去当博士后 他说我来做这个实验1972年 当时费英曼告诉他 法英曼告诉他 不要做这么无聊的实验 第一个你将来找不到事 第二个量子论不可能错的 量子力学不会错的 你去做这么无聊的实验干嘛 Clauser家里可能很有钱 他后来一辈子都没做事 他就做了这个实验 他这个实验做出来结果发现 他也要支持爱因斯坦 他认为爱因斯坦做出来应该一定对 结果没想到做出来爱因斯坦错 他做出来结果违反了贝尔不等式 没有那个上限 好 然后我刚刚讲地球上99.9%的人都是牛顿的信徒 英国论的信徒 所以大家都挑战Clauser 你这个实验做得太粗糙 因为他拿紫外线去打那个钙原子 然后产生一个纠缠光子 一个往左边跑一个往右边跑 他在左边装一个侦测器 右边装一个侦测器 然后这两个侦测器一量测的结果发现爱因斯坦错 贝尔不等式不成立 那有人就说你这个仪器放太近 距离只有15公尺 你这边量完他就偷偷送讯号给另外一边 你的仪器的时间解析度 赶不上他传讯号的速度 他可能作弊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是统计结果啊 你产生的东西的统计效益不足啊 这个生物最多 不符合统计效果 所以大家说你有两个缺陷 我们不相信 又隔了十年 你就知道这个科学的发展是很复杂的 因为大家都要就业 只有那种没事干 很闲的人 很幼稚的人 而且要年轻 Clauser是刚拿到博士的时候去做 第二个法国人来了 叫做Aspen 他刚刚拿到博士 他来做这个实验 当时科技进步了 产生的效率增加了 统计效应可以改变 那么距离拉得很远 解析度短于传播的速度 做完 阿因斯坦还是错的 他以为他可以证明阿因斯坦是对的 他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在法国做的 然后当时贝尔亲自告诉他 拜托不要做 做完你一辈子找不到事 这个实验做完了 仍然被挑剔 因为这不是主流思想 挑剔是什么呢 他说虽然解析度短于你传播的速度 不会偷偷作弊 可是你的随机性不足 你这个箱子 测的箱子只有两个 然后你每次产生哪个箱子去量 我怎么知道 你们偷偷把票放到柜子里面 先把答案放进去了 所以随机性不足 没人相信 决定哪一个测量随机性不足 又隔了二十年 Ziling 第三个人出来 其实Ziling 当时是大陆有一个博士生 去他那边念博士 就是现在号称大陆量子之父 中国 攀建委去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实验 改善了 因为又过了二十年 所有的技术更进步了 改善了所有的设施 更重要 他做了一个 大家没办法 否认的事实 你说我随机性不足 决定哪一个侦测器不足 我用遥远的星光 射过来 我量完以后 用它产生的 这个乱数的符号 去决定用哪一个箱子 你总不能告诉我 一亿年前 我就跟上帝做好币 要用哪一个箱子 那个之后 大家原则上就相信了 而且 因为这个努力 我们知道怎么样 操控量子纠缠 怎么样制作量子纠缠 这个之后 就发生了伟大的变化 后来有出现一个 利用全世界的年轻人 上电脑去做 叫大贝尔计划 你上网查到 他会查到 大贝尔计划 全世界的人做 还是仍然 暗示错了 所以我们现在相信 量子纠缠 是存在的事实 这个诺贝尔奖去年给他们 说他展示了 对这量子纠缠 例子的考察和控制的潜力 而且创造了 量子资讯科学 这个就是他们做的实验 这个就是用遥远的星空 好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 这个重述一下 爱因斯坦是相信 营变术的 相信有一个全能的上帝 所以这个假设 两个箱子 我有十个球 五个这个颜色 五个这个颜色 我把装进这个箱子 中间一个留在台北 另外一个送到纽约 纽约的箱子打开来 发现里面有四个 譬如说红球 四个 一个黑球 加起来五个球 四个红色 一个黑色 假设 那另外在台北那边 应该也是五颗 就是四颗黑色 一颗红色 这个大家都同意 波尔跟他也都同意 关键是打开来之前 爱因斯坦说 那个就放在里面固定住了 波尔量子论的意思是告诉你 打开来之前 那个箱子里面可以是零 可以是一 可以是二 可以是十 这边打开 那边才知道 这个是唯一的差别 我们现在可以控制这个 你都不敢相信 所以才可以做出量子电脑 做出量子通讯 做出量子感应器 这个是现在可以完整操控的 而且工程师不需要懂为什么 照着食谱操作就做出来了 所以简单的讲 这个困惑 爱因斯坦的困惑在哪里呢 他困惑在 这两个或者多个量子 接触 他先要接触 所以他是一个局域行为 你要让他纠缠 他先要在一起 爱因斯坦认为是非局域 这个分开 你如果把它看成是个体分开 那你就错了 他就是一个东西 他隔的再远都是局域 你要这样来理解这个哲学 所以他基本上 n个例子就是 2的n次方一体的局域行为 可是量子论告诉你说 你只要强势着去量其中的部分 他瞬间其他的部分 也都只好回到原来的状态 这个基本上 看起来像哲学 我们现在可以操控 原来操控两颗 2015年我们可以操控3000颗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操控到 10个16次方格 这个是可怕的 我们要操控它 还没有办法拿来做量子位元 如果可以做量子位元到10的16次方 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这个现在仍然在努力中 其实各位是台湾最精华的一群 你的未来20年绝对跟这个是 逃不掉的连结 其实简单的讲 就是多个粒子在纠缠后 它就是一体 这个一体是在Heber Space里面 就我刚刚讲的伟大的希尔伯特 你测量任何一个部分 都导致集体崩塌 没有任何违反纠缠性 就好像这个地方 其实大家都纠缠在一起 可是你一量测它就停住了 你如果再动它又继续动 你一量它就停住 这个停住就是因为一体的状态 再下来就是 其实过去20年就是 从哲学数学科学结束了 过去十几年是变成工程 工程师需要大量的进来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没有电机学院 没有资讯学院 甚至连资讯系都没有 因为不需要工程师 那时候科学家就出一出一出一问题 后来各种原件出来 需要大量的工程师 所以我最近在脸书上才写 台湾在过去20年 其实好像变成两根十指 本来五个指头可长可短 各种科系都有 突然你让电机系变成五倍长 然后医学系变成四倍长 你这只手就只能做按钮的工作 科学家发现了世界 但是工程师创造了这个世界 大量的工程师 所以David Oshion说 我们需要一百万个量子工程师 要不然做不出量子元件 这个是量子量测的一个重要精神 阳式干测实验双峡 如果是波它会产生这个结果 如果变成电子的一个一个打 它会出这个结果呢 还是像粒子一样两个叠加起来 很多人都说是这个 可是我告诉你量子可怕的地方在这里 它两个都可能牵涉到你在哪里量它 你在这里量它它就这个结果 你在这里量它它就这个结果 你去看它它就回到古典 回到粒子 你不看它它就波动 所以可控制 好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最后只在放 这个是全世界 现在在做量子电脑的图 投入了大公司全部进去 台湾大概只有Forscom 号称五年后要推出一个 中国大陆的新创公司非常多 这个是哈佛大学的两个博士生回去新创的 剑桥大学两个博士生 这个Stanford大学两个博士生 量子因为现在红起来 出现三个怪现象 挂羊头卖狗肉 跟量子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通通挂起来 可是你也不能怪它 它就是形容词 原子比太空背 跟原子关系一点都没有 跟太空关系都一点 现在有量子水量子项链 量子什么一大堆 这叫挂羊头卖狗肉 第二个叫旧瓶装新酒 半导体革命的产品 也来号称是量子产品 我告诉各位啊 真正二次量子科技革命的 一定要有纠缠性 没有纠缠性的东西都是来骗你的 骗你口袋的钱 或者骗创头的钱 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这样要起来 显大神机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都困惑 这必然有一大堆要骗你 我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以后 能够真正花点时间来 法力无边无所不在 量子酒都出来了 Napa Valley 量子红酒都出来了 这是真的喔 我不是在乱讲喔 这个各种奇奇怪怪的 曾经有人来问我 量子项链的量子原理是什么 我现在有标准答案 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什么量子震荡仪 一台十几万 说你买回家以后会让你人生幸福 我说这个超越我理解的物理知识 我没办法判断喔 眼睛很容易欺骗你喔 只有知识才能让思想自由 你注意看喔 这个是大家以为这个是你看到的 其实是斑马的侧影喔 在沙漠上行走 更重要的是 其实现在骗人的东西多了 你真的看这个就更有趣了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光学 两个箭头向左 你放一个玻璃杯在它前面 有人看过这个吗 把水加上来 你会看到箭头反过来 而且你会告诉人家 你看的就是这个事实 今天这个什么 Deep fake 那创造的眼睛看到的都不能相信的 只有知识才能够让你的真理存在 所以我希望各位喔 要相信量子世纪来临了 其实全世界现在开始出现量子工程学院 量子工程学系 因为未来三十年就像我在念高中念大学的时候 必然是这个变化 已经逃不掉的趋势 已经出现 第一个出现量子工程学系的是 UNSW 澳大利亚 在去年开始招生 中国在去年教育部正式宣布本科生得色 然后清华大学跟中国科技大学设 好我想简单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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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